獎金裡面當然不是全部加起來 而是它有分銷售部跟開發部 那當然將來還有很多部門 不同的部門做不同的加種 怎麼做? 第一個 插函數裡面找到一樣 數學與三角函數 往下找那個sum sum if 其實用sum if s好像也可以 這兩個人都可以 sum if怎麼做? 按確定 range 指的是 它這個說明有點錯誤 所要加種的範圍 加種不是講的 這個不對 這個是要判斷的範圍 就這個才對 所以這個range記得 要注意一下 它從前面的版本到現在都沒有改進 這個根本寫錯了 所以記得 不對的 OK好 記得是要判斷的範圍 那第二個是什麼? 法替軟是 你要判斷的什麼條件? 銷售部 你可以打銷售部或B3 sum range還是什麼? 要加種的 OK 總共4500 確定 那開發部的話 其實一樣 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上 改哪裡呢? 改B 這個條件 原來是B3 它開發部 改B5好了 或者把這邊改成開發部按打勾 2500 OK 好 這樣的話很快的我們就可以算出 各個部門的 它的獎金的加總 好 那以前的話它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能就怎麼樣 這邊要把它重新排序一下 全部一起 然後再來 好像不是好方法 好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有那種加總需要做判斷的 好 那再來的話請各位把它改成BBA 那BBA的做法是這樣 如果說你今天 這邊一樣用BBA來處理 然後呢 有銷售部有開發部的 如果銷售部的話 最後加總下來的東西 放在18這個儲存格 開發部的話 放在這個19的儲存格 那這邊的話 這邊就 一樣跑回圈 4i等於3到8 3到7 好 再來的話做邏輯判斷 如果B欄是銷售部的話 那就把C欄的東西加起來 不過我會有個問題 同學可能比較不熟悉的就是 可是我變成說我要暫時 因為你不可能說一直把資料存在這邊 一般會先暫時把這個銷售部的金額 暫時存放在比如說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叫Sum A 我就把這個1800先給它 它本來是沒有東西 存進來的話 它變1800 那再來就是銷售部 又是它 怎麼樣 再把它裡面1800再加上什麼 加上1500 它就變成3300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利用Sum B去做那個儲存的動作 那開發部就放一個Sum B好了 這個觀念特別注意很重要 有些同學可能比較不清楚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是怎麼存 特別說把Sum A寫在前面 等於Sum A自己 然後再加上C欄裡面的資料 那我們來看一下撰寫的方法 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很多大部分前面都講過 特別注意第一個 我們在這邊 假設要輸出兩個儲存格的資料 就插入一個程序叫獎金 好 三到七列 如果 好特別知道 如果 B欄的是銷售部的話 ZEN 把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後面的東西加起來之後 先存 就存在前面 所以寫法一定是這樣 如果 1800對不對 它就會 把1800 加上 它原來裡面沒有東西 放在哪裡呢 放在前面1800 所以 跑完 第三列之後 Sum A就變1800 Sum B呢 還是沒有東西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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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